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,记者前校航历秋前后是中国北方地区下究竟花粉症,集中爆发的时期。 专家提醒,花粉既应注意避免接触过敏人,一旦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,不排除有过敏可能,应及时就诊。 中国协会变态反应峰会首任会长,北京协和医学院变态反应科教研是主任尹家说,由于北方地区多件的好属植物历秋时节开花,花粉量大,多风干燥时空气中花粉浓度高,容易诱发过敏。 起初,眼睛痒,打喷嚏,流鼻涕等过敏性鼻炎,过敏性结膜炎症状较为常见,从8月中下旬至9月上旬,部分患者会出现哮喘严重发作,需要急诊。 相对于花粉症等过敏性疾病,质疑高发的形式,我国公众对这一疾病的认识还存在许多误区。 据北京协和变态反应科常务副主任王良璐介绍,人们往往把过敏性疾病,我认为一般性感冒,提言的,自行使用一些缓解症状的药物而是,过敏被列为全球第六大慢性疾病,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。 我国过敏性疾病患者逐年更多,但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和不足。 尹家11日在第12阶前和过敏性疾病国际高峰论坛上说,相对于庞大的临床需求,我国专门从事过敏性疾病诊治,那专科医生很少。 很多对过敏性疾病进行研究和被医生分散在呼吸科、皮肤科、耳鼻喉科等不同科室,错误的治疗方法也会耽误最佳时机。 尹家说,有些基层医生对花粉过敏症状不了解,往往使用酸素液汤、抗生素、激素、维生素和葡萄汤进行输液,看似两三天就能止住症状,但停止输界后症状很快再次出现。 严重的哮喘病人甚至会反复发作好几次。 专家指出,预防花粉过敏,首先要避免接触花粉,比如在花粉季节门窗紧闭,尽量检设外出,出行时戴上帽子和口罩。 同时,公众应掌握一定的过敏性疾病防治肠时,一旦出现过敏症状,应尽快到相关科室就诊。 原载自2018年8月12月新华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